情緒病怕見娜姐 Vivian重新出發 唉 下雨 又真是令人多瘦善感一點 但跟你的鼻肩來搖 不夾咯 你鼻子是娜姐和Athus的小三宗東西 都過了很久了 還有陰影嗎 其實這件事真是 以後式朋友要 當一個教訓 好像搞到有情緒病 不想吃的 病了一場之後 已經休息了一段時間 恢復情緒 吃多了東西 還說沒有跟Athus聯絡 見到娜姐都不怕老鑑 其實鑑的我覺得一定會有 但木田為止未正式碰過臉 放心放心 接下來你出第二本個人寫真 空湧而出的時候 應該大把chance 今年玩什麼主題 應該暫時決定要分四個項目 例如一個是很中性的 很色彩 很日本的粉嫩 就會玩很多很多不同的 對 除了穿比堅尼 還有很多性感的驚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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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